這兩件事情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件事情是 剛才網路主任報告過了 請大家不要用你的手機 做Wi-Fi分享上網 這樣的話會影響到 這邊的Wi-Fi的訊號 請不要使用Wi-Fi分享上網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用你的手機去上網的話 你覺得這裡面的網路太滿 你一定要用你的手機的話 請用USB 如果你沒有帶USB線 請抱歉 單待一下 就用我們大會所提供的Wi-Fi網路來上網 第二件事情是 我想大家可能剛才已經被擋過了 就是底下這兩個門 在會議議程進行的時間 它基本上是不開的 請大家從四樓進出這個會場 所以接下來我們有三場 有關Adreno的一個議程 基本上大家從這三個議程來看 就可以看出來 Adreno它事實上 它在各式各樣不同的場合裡面 被使用的 被廣泛使用的一個狀況 這三個應用 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 那三個應用 首先我們請到高速電腦中心的鄧偉華先生 來講述他們在Smart Grid這個項目裡面 所建置的一個無線的結能開關的控制系統 好那我們現在就歡迎鄧偉華先生 開始這場演講 我們剛剛把一台AP電源拔掉 那請這個人要倉書 到線路主拿AP 因為他AP接著可是沒有進去 喂喂喂 大家好 那我是國網中心的助理研究員 那我叫鄧偉華 那我本身就是目前在國網中心裡面 就是擔任那個 就是還在當兵 那我是國防疫的議員 那我們就是在這裡 我就來跟大家來介紹一下 那我們這兩年的 這是我們計畫當中一個小分支 然後大概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東西的來龍跟去脈 好那我們從這裡開始 這是一個我們國網中心跟成大 他們一起合作的一個小一個計畫 那他們原本是想要說 你知道當兩年前歐巴馬曾經 花了30多億美金 說要打造一個Smart Grid 智慧電網 大家有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美國那時候他們的電錶 其實他們使用已經快到了 那他們想說 那就藉由這個時間 那我們乾脆一起汰換好了 那既然要汰換一樣 或一些所謂的操錶的問題 或一些在電力應用上的問題 還有一些你在再生能源的利用 如果說 因為現在在國外當中 他們對這種再生能源 其實你怎麼樣回饋到你現有的家電系統 他們已經做得非常久 而且這是非常好的話題 比如像是鋒利啊 潮汐 然後燃料之類的 那在這個計畫當中 我們中心就是主要負責在 在AMI的這個架構之下 那我們就設計了這三樣的模組 那當初我們在設計的時候想說 哇 怎麼辦 我們國外中心是搞軟體的 那硬體要怎麼辦 誰要幫我們做 那我們的 誰要幫我們寫那些韌體啊 誰要幫我們來做這些硬體的東西 為什麼他好像不是全螢幕 因為我這邊看我這邊是全螢幕 可是那邊好像不是全螢幕 好 那 這樣在兩年前 其實有一個 因緣際會之下 我們認識了一個在搞 還有互動藝術的人 那他叫阿達 那還有另外一個人 他是下一場演講的主講者 那他們就介紹了這一套Arduino 那說 這Arduino他 為什麼我們會使用這套 來做我們的雛形開發呢 因為第一個 他具有說 他已經規範給你好好的 他就是13組IO 6組AD給你 其實現在很多的單機片 他們都沒有做這樣的規範 所以說對我們來開發時來講 我們可以專心在做那個 就是韌體跟那個後面的軟體的開發 好 看到大家看到這麼多字啊 其實不要擔心 這是第一 這是 這只是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計畫大概有分這幾類 那下面的東西 保證不會有這麼多中文字 好 其實都是英文 沒有 其實 好 都是普遍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如果我們這個計畫當中呢 跟我們現在市面上用的比較不一樣一點點 就是我們用的是想要 我們是想要在家裡面創造一組DC的直流系統 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家裡面用的電都是交流電嘛 對不對 但是大家你們知道嗎 這些電要到你們手上來使用的時候 全部都是DC 你看我們現在在場 你們大家可以看 你們現在在用的電器當中 你們現在在用的電器當中 有哪一樣是AC的 除了等一下如果有人在用吹風機啊 或是電風扇吹自己不算的話 你們的Notebook 你們的充電器 你們的充電器 所有所有東西 都是經過AC 然後再轉換成DC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說 國外不是為什麼要做再生能源的那個用嗎 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系統 就是因為能量只要一轉換 不管是從機械能轉換成電能 或是從能電能再轉換成機械能 這一定會有所謂的能量轉換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個計畫當中 它是希望建立一個 直在家裡建立一個直油的系統 然後來減少這些能量轉換損耗 然後並且能夠讓一些再生能源 直接能夠賄賂我們家裡的電力的使用 那我們計畫主要是分這三個 智慧型插座 然後還有智慧型電錶 跟最後我們這道軟體的那個 電錶管理系統 那我等一下講的主題 會主要focus在這個智慧型插座這裡 好下一頁 你們看到字非常少都是錄片 這就是我們最基本的架構 我們就是當初設計的是 我們這上面就是我們所謂的電錶 就是我們的管理系統 它就見識在我們一些雲端的主機 那一樣就經由我們就講 就跟Google的概念很像 我們將我們的家裡用電資料 我們把它上傳到遠端的主機 由遠端的主機為我們分析 由遠端的主機為我們把資料保存起來 對這點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大家下面的環境說真的 其實光是用電 就不一定是非常的安全 對你怎麼知道說 家裡的硬體都可能壞掉了 可是我們在我們後方的雲端主機 我們會把你這些資料做一個異地備源 做一些分析 然後才好辦法讓你做到說 我今天十年二十年 然後整個區域或是整個台灣 它的用電量是怎麼樣分配 就等下靠這樣保存 那一樣 下面就是我們所謂 我們可以稱為說 這是一個重金的buff 就是說我們在家裡 因為我們知道嗎 Arduino它是一個sensor sensor叫做他該做的事情 我們不要想說sensor 它要做 哎呦我可以做什麼 哇很複雜很絢麗的圖形 哇什麼3D啊 然後又可以做什麼web server 然後全部包在一起 那個基本上它會非常吃力 所以我們就講Arduino定位在這個地方 它負責叫我們這些資料 而且做一些簡單的控制 然後我們呢 在上面這個地方 我們做一個中間的buff 我們用一個比較強大的 的那個 CPU 像是Arm 或是X86的CPU 它為我們蒐集了文字業之後 再透過一個更高速的網路 再把它重回到我們遠端的主機 好 在這個地方 那我就大概展示一下我們 成果的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部分就是我們成果的影片 那一樣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是我們的基本上功能方塊圖 我們在做任何的東西之後 不管是寫軟體任體 都一定要做這樣的方塊圖 那在這個方面 我們可以大概看到 我們的那個 最上面最主要是我們的那個Arduino 那它的上面兩層 我看一下 看不太到 基本上它就是有幾個模組 一個就是我們的AD模組 它負責感測我們的電流量 那另外一組呢 就是我們的開關模組 然後再加上一個我們對外傳輸的 這是VB或是Etherna 基本上我們都有做這個模組 在兩年前 我們就有先把這個模組示範做出來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資料 我們原本設計是在交流系統 那我們覺得說 那既然交流我們已經做了 那是for國科會的計畫 那我們就把裡面的一些小元件把它改一改 改成我們AC的系統 變成說我們大家也可以在家裡面 可以監控一下自己的家裡的耗電量 其實說真的 大家根本不是曉得說自己 到底每天每個家電 它是不是正常耗電 它耗了多少電 它有沒有出問題 其實這個都有跡可循 我們今天索爾電器 為什麼會發生火災 有點扯太遠 就是因為其實索爾電器 就跟我們那個什麼脈搏一樣 它一開始用的時候 哇可能很全功率 就是那個波 它可能用全功率的話 它可能只耗2安培 可是隨著它的電器慢慢老換 發現吹風機怎麼開始 某些角度好像一打開 吹風機怎麼不會開 然後你要咦 我就有個咕噴 就是這個角度 咦 它又會開了 那這表示這個電器出問題了 那我們怎麼知道電器到底出問題呢 就跟生物脈搏指紋一樣 我們可以透過監測我們這個歷史之下 發現這個電器它在耗能方面 已經跟它原本不一樣了 這代表它快生病了 那我們就一樣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一樣分析 然後來跟我們的使用者 然後跟他講說 你的電器可能會有問題 或是你這個插座 它不應該有這麼大的耗電量 你是不是短路了 會不會起火 對 那這樣這個部分 就是隨大家的創意來發揮 那我們基本上就鎖定在電流量測 開關控制這兩邊 好 繼續播 沈原這很容易離體 不太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大概介紹我們的 原件無線模組 然後這是我們的做出來的枕筆 那一樣 大家現在在上面所看到的任何一張東西 我們都有在SourceForge有開放出來 那大家喜歡的時候 可以去把這個download下來 來洗洗板子 把那個原件上一下 那一樣 大家就有個載具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怎麼形容 我覺得Arduino就很像是那個 無敵鐵金剛 大家有沒有聽過 它不是無敵鐵金剛 它是無敵鐵金剛 它是那個指揮鐵 那一樣它可以去裝在不同的 就是駕駛者不一樣 駕駛者就是Arduino 那你有可能不同的機器 那一樣我們今天我們做這個鐵金剛 它就是專門來處理著住我們家庭的良策 那一樣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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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 誒 誒 還有grid 大家可以在這邊找到一些 我們會把一些實驗結果都放在這上面 然後所有的程式碼 硬體 我們都全部塞在上面 還有實驗結果注意事項 問題 好 下一個 那下面是我們SourceForge的狀態 有開一個叫i-plug 那當初這個也是我跟我們中心的副組長 他應該是明天的講者 我們也是都想說到底用什麼名字比較好 i-plug, iX 什麼什麼什麼的 反正想很多 最後決定這個i-plug作為我們的名字 好 一樣 這是我們之前我們主要成大的計畫 那我們直流的部分是從這個計畫裡面分出來的 就是我們自己另外再做一個開放給大家使用 那一樣 那我們這裡可以看到很明顯的 它就是我們的功能方塊圖 那一樣我們可以看到這是Arduino 然後加上我們電源Sensor 然後就是AD嘛 一組AD 然後加上一組IO 然後ZB 當然這是最陽春的啦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上面說 哇 我的天啊 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那麼簡單喔 這好像感覺好像原件好像也不少 其實我們因為你在做過程中 你為了使用方便 你會多加一些保護跟一些判斷 所以我們會有加在上面 好 那這屬我們第二版的一樣 那只是當初在測試 我們就是當初那時候 心有點就是很野 哇 這個Arduino我們把他 我們那時候想說 哇 他要做非常多功能 他要Web Server 他要能夠做什麼Sensor 他要能夠做跟往上面溝通的東西 然後當初做一堆東西在上面 後來發現那整個效率就很麻煩 所以之後我們就把e-sernay拿掉 那他專心只做禮筆 那其他跟上端溝通高速的部分 我們就交給那個電表 就是我們中間的那個buff來處理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大概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的參考的模組 這是我們定調參考的模組 那一樣它就有一個顯示 然後有一些控制 然後你看到它上面就有一些通訊區 基本上大同小異 它可以把它想像 它這是個更強大的micron 來幫我們處理這些事情 好 這就是我們的電表設計 其實一樣大家可以看到 幾乎非常像 但是其實這個會有問題 因為其實一般的CPU 普通插拌的CPU 它並沒有提供這種 黑低比效的功能 所以其實我們中間還要加一個小buff 還負責幫我們處理這一塊 那一樣它有一個櫃圈 就儲存我們來自各個電表 因為我們知道電表其實它 我們可以一秒一秒 sample給我們 因為我們需要看到 那時候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想說 希望能夠看到它那種突風有沒有 因為我們剛才其實 我在 大家如果剛才有看到我 剛才我只有把那個吹風機 稍微這樣子開一下 就馬上關掉 事實上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它那個電流量是瞬間起來 然後再下去 那個突風會很明顯 因為馬達在啟動的時候最耗電 對 所以說家裡面有一些馬達 什麼冷氣機 為什麼冷氣要有變頻 基本上就是為了減少 你在啟動的時候 需要讓它瞬間大電流 然後電汽車那種大電力 也是為了這種 然後才需要那麼大 安培數的那個電流這樣子 好 那再過來 那一樣我們知道 我們硬體做好了 然後設計完之後 再過來呢 一樣我們有手機 爲什麼Android 跟Arduino會紅 我覺得其實 這方面很 賺很大的工程 就是軟體 跟韌體的取得 Arduino它提供了非常多 因此他們剛才講過了 它已經提供非常多的 那個軟體的介面 讓我們去寫 那一樣 我們既然我們把這套系統做出來 它就 我都已經把你做出來了 那一樣 那我就再寫它的軟體 那你們可以follow這個格式 然後去開發一個屬於你們自己的家用檢口 你可以沒事啊 看看你們家說 誒 有沒有人偷開電腦啊 有沒有人偷打電動啊 那有沒有 可以給家長 可以來看 可以觀察一下 家裡的老人 有沒有正常的起床啊 家裡的老人 他的燈有沒有正常的打開啊 然後 你發現 如果有時候 因為我之前我聽過一個 很有趣的例子 他們就是說 有一個老人 這個也是 那個是很神奇的 我講個例子 第一個就是 有一個老人家每天起床 然後老家起床 第一個就是一樣 開燈嘛 然後去外面 然後上個廁所 基本上就是很固定的流程 可是有一天 他們就發現說 為什麼這個老人家 他 早上那個時間到了 他的歷史幾乎顯示說 他這個時間 這個範圍 他應該去開這個燈 可是他沒有去做 誒 這時候 他們覺得很奇怪 那這是一個家庭看護 家庭看護在做 他們覺得誒 就馬上去打電話去開 發現這老人家就是 在床上就是 有一些狀況 然後還好有及時發現 後續我不知道怎麼樣 但是我是聽別人跟我講的例子 事實上 因為我們只用一組AD 事實上 阿丁有任何一組 他至少有六組以上 我記得是六組 那你還可以在上面 再加你自己的功能 因此我們都有把它 預留較為 然後可以在一些 你們想要的領域上面 去加裝你們需要的功能 那一樣 我們就做簡單的Web作用 你可以偷Web 簡單 這是第一版 大家可以看到 他簡單幫我把AD讀出來 然後可以控制 那這就是我們在AD讀文上面 加一個Ethernet的模組做到的 好 這是第二版 欸 看起來比較漂亮對不對 不過記得 為什麼感覺像做很陽春 因為AD讀文裡面的EP論非常小 然後它的Fresh也小 然後還有一個更重要 就是它的Memory也不大 所以不要讓它做太多事情 Memory的部分你可以去透過一些 Memory Allocator方法去知道說 你到底這支程式到底耗了它多少記憶體 這些東西 在你在寫WiFi的時候 你會遇到這個問題 有時候那些記憶體的Buff會不夠 對 所以說我們在這個方向 它就很陽春 但是不太適合 我建議還是一樣 Arduino就做它 Arduino該做的事情 你要做模組漂亮複雜的顯示 那就交給更上層的東西AP來做 哪一樣 我只是把上面的東西 把美化而已 那一樣 下面就兩個連結 只是切換不同的顯示 但是這當然不是說Arduino上面 這當然是連到我們 雲端的一個server上面去取這個資料 好 再過來 這是我們第一版 大家看到非常就是一個變壓器 然後加上一個SSR 然後來取用我們這個 那一樣這個東西就是 看一下喔 看要不要講那麼細 你看還可以 就是我們這個 在我們設計的時候 就是我們第一版 大家看到嗎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散熱頻 為什麼 因為那個 我們一般的電流 我們家用的插頭 大概可以耐到10A 所以說我們在設計這個插座的時候 我們就以10A為基準 那為什麼要有散熱片 因為這個東西 有電流就會發熱 就是剛才我講到那個問題 所以說 後來發現加了這個東西 還是沒有辦法去解決 也是我們就會有後面的改良 那下面這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那個 那個 那個VB的模組 負責傳送的 這樣子這幾個東西兜起來 就是我們Arduino的外掛插件 對 就是外掛插件 下面就是它的 欸 那什麼意思 我忘記把它關掉 不好意思 好 那 下一個 好 這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很有趣的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 基本上我們 當初 因為我們想要 我們當初想要做的東西 就是希望我們做這個東西 大家也看到這個東西 你看一下 這個東西對不對 很好買 去外面的五金行 去電子機 去外面逛一逛 你都可以買到這個插座 當初我跟我們副組長 就是討論說 我們希望做出來的東西 就是 在家裡面 就把它挖個洞 或是你取代你家既有的限度 你就把它裝進去 就可以使用 於是我們就找一些 很容易大家隨手可 就可以拿到的東西 不要拿那些 我們要特別開一個模 然後大小就只有多少公分 這樣 這不是我們的目標 因為我們希望 既然做的東西 需要是大家能夠來用 很容易去取得 然後不用花太多錢 然後可以做一些簡單的實驗 然後做一些有趣的東西出來 對大家看這些東西 基本上都非常好取得 那這是我們剛才看到的 我們的電源控制 然後散熱片 然後這是我們VB的模組 然後一個簡單電路 你看這是用面貌板插一插 它就會動了 對 然後剖面圖 跟這個最後整個 大家都起來的東西 好 再來 這個可能畫比較不清楚一點 這就是我們後來 一開始 坐到後面的時候 大家看到發現 我們的電流 因為我們 除了我們Arduino的保護池外 我們知道 我們要多做幾個保護 我們電流一進來的時候 先經過一個 大概10A的保險絲進來 然後經過我們電流的Sensor檢測 然後經過變壓器 然後供應給我們的Arduino 然後 並且有一個鋁類開關 然後跟一個插座 就是上面這個頭的插座 就大家看到這個 上面這個頭的插座 然後下面呢 就是那個 檢測電壓的部分 就是把電壓轉成 一般我們的AD值 5V的 0-5V的AD值 然後在這個下面 我們就多加一個功能 就是雙色LED 它會是說 欸 我怎麼知道說這個東西 它是好的 所以說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在當我把東西reset的時候 大家可以很明顯發現到 它有沒有 左右閃 大概有左右閃爍的 會有亮一下 然後讓我左右閃爍 我們在做這個的時候 其實當初我們 因為這個硬體是由我們的 大家看到 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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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科電子的代行者 就是它應該有在會場 他幫我們設計 他都跟我們講說說 你除了在硬體 你除了在那個 硬體上面去偵測之外 你硬體上面也要能夠說 我們 我們不需要 那麼多 一個電腦拿出來看 我才知道 這個插座有沒有壞 所以它是一個 自我檢測的東西 所以我們就做一個 簡單的LED 來顯示現在的狀況 那一樣 這是我們電路板 那電路板的部分 一樣大家可以在 我們剛剛那個 iPlug裡面去用 OK 那我們就大概看一下 這個是 我用Python 寫兩支小程式 一支就是負責控制 電錶 然後另外一支 就是我們的Web Server 好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的 那個歷史資料 對 那這就是我們現在的 你可以在 就是透過Google Google Chart去展示 然後可以在前面 有簡單的 on跟off 然後就顯 這個就是我剛剛 我在那個房間裡面 就是大概看一下 然後把那個圖抓下來 好 那這個是比較新的 看起來就很漂亮 就是我們新的那個版本 好 那這個 剛剛那個提外話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有在 一樣 透過就是原本這些系統 我們在 在一些場合上 實驗過 包括我們的Greel Fabian 跟我們在 跟某些廠商 我們有一些 他們看到我們這些東西 希望做一些 電力量測的部分 目前都已經在 已經在實驗 在取資料了 好 以上就是我報告 謝謝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可能沒有辦法 讓大家問問題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 智慧電表這個project 有興趣的話 大家等一下可以來找 那個鄧先生 現在休息五分鐘 現在休息五分鐘 要請客 請客 多謝 谢谢大家